字幕提供 Hello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PARKLAND的节目 试心推介 经过上次我介绍了一张 红本红的popularity给大家知道 很多网友都PN 问我 有没有一支智能吉他可以介绍给你们 其实是有的 今集我们就会主力为大家介绍一支 全新的智能吉他POPPUTAR给大家 看影片之前也请大家赞 订阅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即将会介绍这支POPPUTAR给大家 这支POPPUTAR就在我手上了 我现在会和大家一起看看这支吉他 有多么智能 有多么好玩 在我手上这支就是为大家开箱的POPPUTAR 先看看 咦 炸弹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 不过大家仔细看看这个指板上 和我们平时看到的 可能是Maple 或是Rosewood 的指板有点不同 其实跟我们的POPPUTAR一样 其实它也有一个指板的灯的功能 让我立即着用这支POPPUTAR给大家看 大家看到上面有一个开关键 我按一下 大家应该会看到这个指板上面 已经有无数闪闪发光的灯 都是指示我们应该在指板上面 按什么的地方 我接下来也会示范一下 如何用这支POPPUTAR 和我们的音乐CP这个APP 去做一些演奏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就要把这个POPPUTAR 连接上我们的器材 连接完之后 第一时间先弄一下吉他 看看有没有走音 我按下工具 接下来调音器 好 完成这支POPPUTAR 我们当然做每天的练习 练习是很重要的 我会选择扒格仔开始 今次试试三级 好 今次有进步了 66分 热身完毕 那我们现在就试试和弦练习了 那我选 试试较少少4级的和弦先 试试较少4级的和弦练习 那之后呢 我们会试试和弦练习的游戏闖关 准备 准备 Go 有71分 我刚才试完这些功能之后 都很满意这支吉他和S的表现 我接下来会为这支Popular做简单的评分 首先外观方面它是一支全黑色的木吉他 并且附有发光的指板 我也知道它有圆木式的版本 看外表它是一支非常非常漂亮的木吉他 所以外观上我会给它五分 手感和手工方面我也会给它五分 首先它指板上的旁边位都很顺滑 在指板上移动也很舒服 另外它的颈的设计也是很适合亚洲人去弹奏 并且它的扇与颈之间都很贴 按上来也很舒服 不会说很累 而音色方面 这支Popular我给它也是五分的 因为我弹过其他36寸的吉他 其实它会比其他36寸的吉他更加的响 更加的明亮 更加有共鸣感 大家会听到它的Sustain歌很长 并且它的声音也是很有力量的 无论高音或低音方面的分析力也很强 最后就是功能方面 功能方面绝对是五分 它有很多木吉他舞的功能 就是有发光的指板 和连接Apps去做练习 这方面的确实就无敌了 今天介绍一支Popular的时间 来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另外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欢迎大家分享 赞和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会拍更多好的影片给大家看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